來介紹以佩奧特的編織的技法 作家簡真做的一個佩奧特的配件 那我們首先要準備80的日本珠 還有12的日本珠 水滴珠 還有這個布州造型珠 這個葉子的造型珠 那我們先取珠寶編織線70公分 取一顆水滴珠作為區別比較清楚 來做成打珠 由下往上回穿這一顆擋珠 這個擋珠的左側要留40公分 那我們要以珍的這一頭有剩下30公分來做編織的動作 開始編織 我們直接加5顆 因為我們要編6顆 一段6顆一組的配奧特 所以我們直接加1 2 3 4 5 5顆12 0 再1顆80 然後推到擋珠的位置 再拿1顆12 0 反方向回穿倒數第一 第二顆 等於是隔著這一顆80 回穿倒數第一顆的12 0 等於是整個 有如果是由左側算來是第二顆 那如果由一開始的那邊算過來是第五顆 那我們要注意一個地方 就是要讓這三顆柱子的方向都是呈現同一個方向 三顆柱子的方向都在同一個方向 好 那接下來配奧特的第一個 這個等於是在編第1 2 3 短 那我們現在要再加一顆 隔一顆再前進一顆 隔一顆再前進一顆 它就會變成在第二個瓶子 剛才的第一個是有一個瓶子 那現在就是第二個瓶子 然後再加一顆 再隔一顆珠子前進一顆 那就會是在第一顆珠子上面 好 那就會形成三個瓶子 如果你把它 珠子的洞口都是朝上下的話 會非常明顯的有三個瓶子 一個瓶 兩個三個 所以總共會有三個瓶子 好 那我們等一下要再來編第四段 來我們來算一下這個佩奧特的算的段數的方法 它是這樣子 在這裡 一 二 三 所以總共有三段 那如果你要算旁邊的部分的話 就是 一 三 五 七 九 這樣子算錯 再一次 一 二 三 所以我們現在要開始編的是第四段 那 因為我們這個技法是有加減針 那在前面的四段 它是沒有加減針的 好 所以現在我們要編的是第四段 那因為我們要編的這個效果 這個編的時候 就是我們要讓它呈現左右兩側都是80的珠子的效果 所以在這個我們現在要編的第四段的起編 第一顆要加80的珠子 我們讓擋珠在左手邊 好 那現在由左往右加一顆80的珠子 好 這是第一顆 那接下來要加一顆120前進一顆 很明顯的會有凸起來一顆的那一顆 好 這裡還有一個縫隙 好 所以一樣加120 所以我們已經加了兩顆的120 有第一顆是80的珠子 好 那我們在這個技法 這件作品這個配件裡面 比較特殊的就是這個 我們在編的第一段的這一顆 八零的珠子 你一定要讓它在下面 這裡不可以 因為在這個地方 回頭一下 這個你加了這一顆八零的這顆珠子 一定要前進 對不起 對不起 加了這一顆120的珠子 一定要前進這一顆120 因為這個也有可能是呈現這個方向 但是你不可以前進這一顆80 一定要讓大珠再下 它是第一段 它是第一段 所以我們要前進的是第三段 我們現在要開始再繼續延伸做加增的動作 所以我們現在要直接加三顆 就等於是120 80 120 然後再反方向回穿 加的第一顆120 然後注意一下 這個回轉的這個部分 一樣要讓它是一個品質 不可以那個珠子的那個洞乱七八糟 我們一樣要注意到這個方向 這裡看起來它還是一個品 一個品 好 那一樣要讓大珠再下 好 這個延伸出來的這個就是 它也是要再下側 那接下來 我們在這一段會加兩次的120 現在先加第一次120 然後這個非常明顯 就是突出來的這個地方 現在是我們要前進的 它就是有一個凹槽的那個地方 我們要補助珠子進去 那我現在已經加了一次 那還有一次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剪兩目 這邊就不再加 因為我們要做斜邊的效果 那記得每一次就是加 每一段都是加兩目的那個 就是這個120 之後回轉 回轉的時候 剛才我們在右側回傳的第一顆 是不是也是就是80的珠子大珠 那一樣這邊的效果 我們要讓左右側都是大珠 所以在這裡第一顆珠子 我們要加的就是80的珠子 接下來每一段都一樣 重複這個動作 重複這個動作 加一顆80 前進一顆珠子 接下來加120兩次 因為這裡還有剩兩個凹槽 這裡一個 這裡一個 那這兩個凹槽 我們都是要加120的珠子 一次 兩次 兩次 加了兩目 等於是我們在這個地方邊三目了 那這裡是80 然後120 那接下來我們要再加一顆120 還有一顆80 一顆120 然後做回轉的動作 反方向回穿 現在加的第一顆120 好他就做加針的動作 那記得這個回轉的這個地方 一定要讓它呈現是一個品質 不可以那個珠子 尤其是那個大珠的地方 一定要讓它呈現是 洞口是一樣的方向 而且它要在下面 不可以讓它跑到上面 那個方向 不可以是這樣子 這樣是錯的 要讓它在下面 然後一樣就是 補這個缺口的地方 這裡這裡這裡 好 所以我們就會在這邊加一顆120 前進一顆120 前進一顆120 加一次兩次120 之後就要回轉了 又要回轉了 我們要做減針 在這邊來講是做減針的動作 但是在右側來講是做加針的動作 左側是減針 所以這個地方本來如果是平置的話 它再加一顆珠子 它就變成平了 但是我們不需要 我們要做回轉的動作 所以在這裡要加一顆大珠 80的珠子 然後再做回轉 一樣都是前進突出來的那顆珠子 就這樣子繼續編 加就是如果在這個 左側往右側的話 它是先加一顆80 然後再加兩顆的120之後 再做延伸 再做回轉的動作 順便加針 加針再回轉 所以它在這一側 在右側的地方 是先 就是加三顆 等於是120 80 120 加三顆之後做回轉 那回轉的時候 要請你反方向回穿 第一顆 方向回穿 加的第一顆 120 然後要特別注意這個 要呈現一個品質 而且這個不能離很遠 這樣不可以 一定要拉住這個珠子 再來拉線 好 那一樣要注意就是大珠 要再下 再下側 呈現這個方向 然後再加兩顆120 以這樣的方式來做編制 那最後結束的時候 我們總共要有這個在上側 會有八顆 八顆的這個80 下側也是有八顆的80 是雙手 我會知道 我會知道 什麼要做 所以我會覺得 我會看到 我會想到 我會想到 出來 我會想到 我會想到